各位媒體記者們好 我們是嘉義高校聯盟 那我們這一次主要在市府前 遞交這個請願書的訴求是 我們希望在期末考前 縣市可以同步一律踩線上課程進行 對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訴求 也是我們今天站在這邊的目的 好 那大家好 我是嘉義高校聯盟學權委員會的委員長 江仲翰 那我現在想呼籲縣市政府呢 因為嘉義縣的同學來嘉義市就讀 那其實會增加那個染疫的風險 那希望說嘉義縣的學生呢 能在自己的家中 然後在線上遠距的教學方式 然後在自己家裡 然後並不是在學校 因為在學校的話會因為 公共大眾、中共運輸的關係 所以有可能會有確診的風險 對 好 那謝謝副長 那是我們高中生目前的訴求 那再請嘉義市政府的教育室這邊採納 跟就是聽取我們高中生這邊的意見 好 謝謝 這邊也跟高校聯盟同學們表達 就是他們今天用具體的行動 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給予肯定 也感謝他們的指教 然後可是這邊可能要跟他們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嘉義市沒有勢力的高中職 所以也沒有俠管到高中職學校的校務運作 所以這邊我們會帶他們來轉到國教署 他們高中職學校的主管機關來參辦這樣子 好 上 謝謝 不好意思 高校聯盟這邊要再補充兩點 首先第一點是本次的問卷 或者是請願整個流程 都是由我們高中生自主發起的 再來第二點是 我們想要先跟嘉義女中或者是有相關互惠的人道歉 因為我們之前寄給媒體新聞 或者是我們之前給教育處的那一份請願書 它其實上面還是還沒有修改版的 那所以上面可能有講到一些比較個案的消息 那並不能代表整個學校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不要誤解這件事情 然後希望大家也可以多方便去參考各種意見 或者是各樣子的情況 不要只看單一個案 然後就去評定整間學校 或者是整個環境 以上 目前我們在於學校這方面 我們是 目前是沒有 就是同意的部分是有 嘉義女中這邊不表態 因為關於這件事情有相對的疑慮 那嘉義女中這邊我們先致歉 然後他們那邊也跟我們講說 他們目前不表態 那我們一樣就是以我們高校聯盟的角度 來去敘述這件事情 那關於高校聯盟內部的班聯會同意這件事情 我們也有取得高校聯盟的學校的 就是學校的同意這樣 就是我們聯盟內有嘉義市跟嘉義縣的學校 那嘉義市的學校有 就是可能目前有 那個嘉華 目前有幾間這樣子 那他們有做同意 但這部分我必須先聲明 就是不能完全代表整體 嘉義市高中職學生的聲音 但我們還是希望透過這一次的方式 傳達我們八成九成學生的聲音 對這一點我們先做澄清跟說明這樣子 你說簽名 簽連署是有幾所學校 你說簽名有幾所學校 目前是這樣 因為我是高校聯盟的理事長 那這一次的名義是以高校聯盟發起 但就是組織負責人是我 那在於請願書 請願人的部分 簽的也是本人的名字 剛才習姓副助長在說 高中主席是效益 當然國教師的官吏 但是防疫的政策 還是由地方政府下決定的 是要實體上還是要線上教學 當然是各縣市政府可以決定 所以學生當然不分高中職 也不分國中小 因為他們基於防疫的需要 能夠減少群聚感染 當然是市政府責分旁貸 要把這個樣的考量 民愛割入 因為必定 防疫政策是我們北京的 不是 你說文林也好 跟義官台南 他們都採線上教學 所以我們單獨 只要記於生活共同圈的角度來講 秘書只要採實體上課 對學生小孩來說 對家長來說 對老師來說也很困難 高校聯盟的請願書的部分 等一下會 我們是不是交換一下名片 等一下發文檔給各個媒體這樣 那我先過去拿一下名片 辛苦你了 很難得了 十萬歲而已 對啊 蠻純真 對家長裡面有跟學長反應的 呃 目前還是希望以說 跟市政府會比較快 我們這樣說 防疫政策的決定是地方政府的 對 所以要實體上課 還是要線上教學 當然是市政府說了算 所以他們才要把市政府陳情 市政府不能把責任推給國教育 當然在這裏 大家都知道 temper子 對家長的 download 謝謝